大家好,我是Vilson 在过去的两集,我跟大家讲了西北岗线的九个陆域 今天我们就来看剩下的四个车站的附近陆域 包括了麦科威U,麦科威Park,Lorth Ride和Chashwood 在麦科威U这个站之前,我想跟大家看看它的地形 在这幅图里,大家看到蓝色的虚线 就显示麦科威U的位置 在右边,黄色就显示了麦科威Shopping Center Shopping Center就有Metro Station 在麦科威U Station,再向下一点 大家就会看到麦科威Park Station 这两个车站,其实同时都是属于麦科威Park Suburb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麦科威Park Suburb 它有什么特点 我们就看中间的部分 首先,它有很多的Head Quarters 我手头的数据,只有2001年的时候 它在那时候已经有三万多个工作崗位提供 现在已经有二十年了,可想而知更加蓬勃 另外,这个Suburb有一个大的Shopping Center 连带着麦科威U,即是说很多staff 很多student activities 在这里,有很多酒店 这些酒店,其实反映了这个Business 那个缓约程度 至于在这个Suburb所住的人后 在图的右下角展示了 但是,单身的青年有34% 一些Mature Independence 就有22.8% 甚至乎年纪大的人都有13% 这一切显示 基本上,很多work force 他们选择住在这一区方面的工作 而在左下角,它显示的人口数量 又不是太多 只有8千多 即是说,这里的residential area 都不是多 平均年龄就是20到39岁 这个数字也显示 它是比学生年纪拉低了 而在澳洲出生的人很少 就只有31.8% 在家里说英文的人 都是只有三分一 35.5% 好了,代售物业有152 也算多 代租的有216 即是说,这里的买卖很蓬勃 很多人也是落于在这里做投资 买了一些房子来放租 由于这里的地是这么少 多数都建出来做公寓 所以房子是近乎没有的 房子的价钱也不是太贵 只是79万 左上角,我显示了不同的房子 它的价钱和租值是怎样 大家会发觉 一个房子的价钱是65万 它租到500元 但是两个房子是83万 给多了四分一的价钱 但是房租只是550元 只是比一个房子租多了10% 这个和早几集所说的情况是一样 就是说,在租售市场里面 一个房子的回报好过两个房子 同样两个房子的回报 是好过三个房子的 好了,接下来我想说一说 在麦克尔VU车站800米半径的范围以内 政府就在十年计划 将它来一个大改造 内容是怎样呢 大约有四大行 政府打算用5M 令到这一带有更多的陆化空间 第二点就是会在黄色部分 将它原本一个纯的学术机构 发展成一个学术和商业 两者联合一起的高科技和商业混合体 第三点就是将紫色部分的低密度空间 改建成一个双注的混合体 目标就是希望在未来十年 增加5800个住宅单位 第四点就是将麦克尔VU车站的一带 重新打造成一个双注的高流混合体 由于这样说也是很抽象 所以我就给大家看看 这个现时的卫星图 基本上大家看到都是空空空的 下面红色大面积的部分 就会改造成一个双注的混合体 右上的蓝色那边 就会将整个shopping center 改造 就变成一个包括高流、商住 和shopping center 中厚式的巨型物体 而在左上的黄色部分 就会建立高科技研究和商业混合体 而黄色大学部分 就会做更多绿化的东西 所以当这个计划完成之后 整个鸟陷图就像这幅图一样 大家可以看到 所有反光的玻璃高流 就是未来十年会建造的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看看 政府所做的一个简介 这个大计划里面 就会包括扩阔一些行人路 以及在Hurlund Road 就会做一些单车劲 大学本身的研究 就会融合商业发展 会印象更多商住和零售的混合体 将会设置更多露天茶座和购物点 以及大大增加它的空间和绿化体 至于Mark Coffey Station 本身将来就会设置很多高楼 当这些新式的大厦将来建立完之后 这里可能就会是将来的另一个植物 由于这个Mark Coffey U本身不是一个区域 我想说一说围绕着Mark Coffey U附近的区域 这个就是Marsville 这个Marsville的特点主要就是大学的学生 以及支援工作人员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人口的特色就是围绕的右下角 那些年轻人员本身占了5% 成熟的independence都有17.5% 两者加上已经42% 还有些mature families 就有11% 人口有多少呢? 在围绕的左下角就多些了 多于Mark Coffey Park的8,000多 这里有13,000多 人口的年纪仍然是一样是小 20到39岁 在澳洲出生的只有39% 其中大陆的有20% 香港的3.7% 即是说把亚洲的几个国家加上 已经是占了40%的人口 那家里讲英文的就是有40.6% 代售的物业和代租物业 并显是偏贵的 相对于Mark Coffey Park 蓝色的数字 Apartment Medium Price 84万 House 接近1.7m Medium Price 没办法 方便 好了 接下来 我们就看North Ride North Ride Station 其实是在Mark Coffey Park 南边边界 大家会奇怪 为何车站会在这个位置呢 原来North Ride 又有另一个特色 设置了很多跨国企业 像我这幅图所显示 有Microsoft 3M CSIRO CSIRO 其实是澳洲本身的科研机构 Oracle Honeywell 基本上这幅图的三角 正正等于科技园 所以North Ride Station 其实是方便人上班 而这幅图的左下方 就是North Ride Subject 人的住宅区 由于有这么多商业机构在设置 可以这么说 North Ride Subject 是很受打工仔欢迎的 人口的分布就完整很多 我们看图的右下角 Families 本身加起来 都有40% 单身那些 有10% 人口 我们看左下角 有1,000多人 平均年龄大些 40-59 在澳洲出生的 有57% 家里讲英文的 也有57% 在这里代售和代租的 那个数目都不是太大 是73%和87% 楼价是如何 我们看图的由上角 就没有Masker那么贵了 蓝色显示 Apartment的中位数 735,000 House的中位数是1.57mm 那这些House和Unit 它不同尺寸的售价和租值 是如何呢 这里显示了给大家看 在这里 我就想说说 我在第五集里面提到 买House来收租 这些租的回报是远远低于买Apartment 举一个例子 这里买个Unit 两房的 Medium price是82万 它收的租就是600元 但是如果大家买个三房的House 就是1.45mm 一个三房的租就是620元 即是说 你多付60万 你只收多20元租 那这个就是House 和Apartment的分别 通常House 就是博长远升值 那如果你是着眼于一个 Regular Income 的话 你就要想一下Apartment 好了 那接着来 我们就讲 另一个重要的sub 就是Chashwood 在Sidney 来说 如果西区重要的城镇 是Paramata 那北边最重要的 一定是Chashwood 因为Chashwood 本身是有很多商业机构 在那里设立的 还有就是 它的交通网非常发达 至于Chashwood 和先头的North Ride Macquarie Park 甚至Apping的关系 是怎样呢 大家看看图图 其实很近的 就是大家接近的握手 这些是Labor Subur 好了 那接着来 我们又看看 Chashwood 交通 有多么方便 先看这个 搭火车的部分 北上 它可以靠黄色这条线 这条T1线 就去到Hornsby 同样一条线 向西 可以去到Penriff 或者是Richmond 如果你说 在Innervast Chashwood 可以坐红色线 去到Chashwood 甚至乎 去到Rose Epping Eastwood 那些地方 向西北 就可以坐 新的Metro Line 一路 就去到Tellerford 不单止是这样 这条Metro Line 其实就会在Chashwood 继续向南伸展 经过City 直到Bankstown 整个工程 就会在2024年完成 不单止是这个火车線 这个Chashwood 还是一个重要的巴士总站 无论是Bondai Junction Mossman Manny Burwood Topwide Macquarie Center Castle Hill 甚至乎跨省 Bishman 都会在这里停一停 不单止是交通方便 我们看看其他特色 先看Business那边 就有无数大公司 在这里有Office 包括Carnival Pepsi Shopping Center 那方面 就没有人教他多了 大概都有两个 包括Chashwood Trace 和Westfield 还有很多无数小的Shopping Center 包括很多华人的Shopping Mall 酒店有几间 另外Chashwood有个特色 就是很多 High Rise 的Residential Building 由于这麽方便 吸引哪些人住 那我们看看图的右下角 单身青年佔了四分一 24.5% 当然了 这里近乎是不夜天 有夜生活 而且吃什么玩什么都有 戏什么都有 戏什么都有 Mature Independence 就是16.9% 两者加起来都40% 那传统的Old Family 就有12% 那它的人口 我们看图的左下角 2016年的数字 就是25,000人 平均年龄 是40到59岁 澳洲出生 就是32.4% 其中From China 就是20.7% 韩国是6.7% 香港是5.3% 基本上这几个亚洲国家 加起来都接近40% 家里讲英文的比例 是33.6% 所以很多人说Chashwood 是属于唐人区 代售物业 105% 不是太多 但是代租的呢 就夸张了 有成397% 这个数字 可能就是受Covid-19 影响带来的空置率 那楼价是怎样呢 一定不会便宜的了 看右上角 蓝色的数字 Apartment 是接近1米 House 是2.22米 所以这张图 给大家看到 在Chashwood 买楼收租是不花算的 楼是贵贵 租就便宜便宜 反过来 在Chashwood 租楼便宜便宜 租了两房的Apartment 即是650元 人家要1.1米 同样租了三房的House 才是850元 人家要2.2米 接着我便想和大家 比较一下 这四个设备的升值能力 左边就是 过去的3个月 12个月 3年 5年 10年平均的升值率 第二个highlight column 就是Sidney 在这段期间的median 的change rate 在右边的四个游泳 这个Macrovey 一直到Chashwood 我便和第二个 column 比较 逢下它的升值 是比较好 比较好 我便用绿色 去显示出来 就算楼价跌也好 总是跌得少 比较好 它也算是升值得好 这张图 大家会看到一个现象 10年的平均楼价升幅 Benchmark 整个Sidney 是6.5% 这四个游泳的House 全部都是排行大市 每个都有7.5% 或者8.5% 接着这四个游泳 又有哪个游泳 是较有特色的呢 我们便看第二个游泳 Marsfield 大家会发现它有两个特点 第一 就是它全部没有负数 即是说 在未试过一段期间 它会有楼价跌 第二 就是说它跑远大市的时段 是最多的 如果你再转进去 你就会发现 Marsfield 的数 其实是比最近一年 那两个升值率 拉高了 当然可能 那些人就看到 Maccoway U 的发展蓝图 疯狂入市 所以就是擠起了楼价 第二个highlight 要大家注意 就是Lothrider Apartment 过去十年的平均升幅 即是2.48% 是大大低于其他三个区域 当然它从上面的数字 都是很肉酸 第三个highlight 就是Trashwood 它和五年前比 是32.88%接近Benchmark 和三年前比 它是-9.35% 是远远低于Benchmark -3% 过去十二个月 它就更惨 Benchmark 有10% 但它是-0.38% 这些显示什么呢 就是说 Trashwood 是有少少少升过了龙 好了 那数字我就印了出来 我相信 根据大家的征战分析力 可能你看这一盘数 你有另一种看法 可能大家在当中 找到不同的黄金机会 都不顶了 好了 过去三集 我就和大家说了 西北干线13车站 每一个suburn 的情况 我希望这些资讯 能够帮大家 在考虑你的居所的时候 有少少的依据 顺带一提 就说以上所有分析 都是我自己的个人意见 可以帮助大家 是多一个参考意义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